沿着往山上的小路看过去 这栋尖塔外形的建筑显得相当醒目 在走近看更觉得似曾相似 无论是外形和风格 它和几十公里外巴塞隆纳市区的重要景点 圣家堂极为神似 迷萨时间一到 信徒们渔冠而入 有的是当地的村民 还有更多的是外来游客 小小的教堂内很容易就座无虚席 和巴塞隆纳圣家堂气势宏伟的大殿 不可同日而语 但事实上这两座教堂 有相当深的渊源 小教堂的正式名称 为蒙塞拉特无染原罪圣母堂 设计师如卓尔成于 十九世纪后半期 透过友人认识高地 两人共同设计了巴塞隆纳的 巴特略公寓等传世之作 也因此如卓尔受邀 为小村庄设计教堂时 就把来自圣家堂的启发 运用在这一座小教堂的设计当中 天主教徒所谓的圣家指的是耶稣和父母一家三口 在新约当中经常提到圣家的名号 也因此全球各地有许多的教堂 都以圣家来命名 包括台北市新生南路上的大教堂在内 光是台湾就有至少十几座教堂称为圣家堂 而距离巴塞隆纳几十公里远的这个小村落 人口不到四百人 但即使在二零一年的新冠病毒疫情期间 靠着小生家堂的名号 仍旧吸引多达两万五千人次的观光客 为地方注入了不少的火力 公事新闻许志安编译